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键的商品还是具有硬通货的性质 它也可以来代替货币进行一个流通 在父亲的指导之下 年少的本间宗久已经是开始管理家族的大米业务 但是宗久并不想要种田 他是想要利用大米的货币属性 来通过金融交易来实现财富的增长 那么在1750年的时候 32岁的本间宗久 他就接管了家族生意 负责度过三年间的财务管理 200多年前 他其实就已经意识到了 在人们普遍看涨的时候 需要警惕卖出的一个信号 那在其他人信心扫地时 反而有可能是迎来一个朝底的机会 宗久就运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优势 在大米的一个现货交易当中 取得了这个差价 后来他带着现货市场的经验 前往东京的大米期货市场 一世伸手 但是东京市场的信息呢 它的这个透明度很高 信息差的这个策略是行不通的 那短暂的受测之后呢 宗久就参悟出了一个 情绪对价格的影响 这样的一个道理 意识到呢 价格的变动啊 并不是逻辑和理性作用的一个结果了 那同一时期呢 他还利用大米的历史价格 发明了一个 就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蜡烛图了 他可以观察到 这个头尖顶阻力线等等 这个技术分析规律啊 自从在那个之后呢 据说宗久在后来的这个 大米期货交易当中 就再也没有失手过 不但是百战百胜 而且也是获得了 约合今天的100亿美元的一个利润 哇塞 简直是富翁 他们也是被 当时被誉为了市场之神 那么本间宗久啊 对当今的资本市场 最重要的一个贡献 就是蜡烛图了 对 就是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蜡烛图 没错了 这个技术分析的人啊 每天都要跟他打交道的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 他不但是在江户时代 是名扬万里啊 那些大胆的投资技巧和 金句名言也是代代相传的 直到今天啊 还在影响着 我们每一天所存在 这个资本市场当中啊 所以今天啊 我们就来继续说说 这个蜡烛图 到底是怎么样诞生的 大家看到这个 我们这个图片当中 有一幅漫画 他就想了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是一个故事 那有一次呢 宗久啊 他是在这个寺庙 看到这个旗子在飘动 于是一个住持就问他说 你知道这个旗子 为什么会动吗 那这个问题的一个标准答案 想必我们今天 都会很容易地去答出来了 但是呢 两百多年前的宗久 是不知道的 于是他就想说 到底为什么会动呢 是因为风在吹呢 会不会是因为 转动了宇宙的动能呢 这个宗久可以说是 绞尽了脑汁啊 想出来了这个一个答案 但是住持呢 他只说了一句话 而且是一句禅语 他说不是风动 不是翻动 忍者心动 于是啊 这个宗久呢 就坐禅七日 可以说是醍醐灌顶啊 那据说呢 在住持的一个启发之下呢 宗久就想到了 在江户市场上 交易的自己 输钱的时候呢 他感到非常的气馁 输得更多 那气势越是低迷不振 他的大脑呢 就更是不在状态 而他的行动呢 也是被他的这个情绪 所牵引着 犯下了一些 无法控制的愚蠢的错误 那么从这个海燕斯 出来的宗久 他就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啊 说市场上的价格变动 不是像多数的交易者 以为的那样 是由理性来驱动的 恰恰相反 交易者在决策的时候 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就是自己的贪婪 恐惧等等这些人性因素 市场的价格水平 就相当于舞动的这个翻 市场的基本面的状况 就相当于是吹来的风 而交易者的情绪 则是人心 受此启发呢 其实宗久就开始 从其他的角度 来关注市场价格的变化 他打包行囊 到了大阪的 唐岛交易所 宗久就并不出手 他只是在那里 去记录每一笔的交易 比如说他的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和收盘价 其实这也是在 我们今天的蜡烛读当中 他一个显示出来的 一个四个价位 非常关键的一个价位指标 对 是一些关键点 那其实呢 他也是在这个 昏暗的房间里呢 盯着自己收集的 这些历史的价格 并以取光的 这个蜡烛的形象呢 绘制了世界上的 第一幅蜡烛图 在那以后啊 宗久在大米交易中呢 就再也没有试过手 当时呢 大阪是比江户 规模更大的经济中心 而回归大阪的宗久呢 也是成为了 百战百胜的 传说当中的 我们刚刚人称 所说的这个 相场之神 那关于宗久的交易传说 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甚至有人说啊 他在日本的大米市场上 是取得了 相当于 刚刚伊娃也提到的 100亿美元的一个财富 那宗久这一时期的 一个参务结果呢 后来也是通过了 宗久翁蜜 这样的一本书 传给了他的弟子 另外啊 他的这个感悟 也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他还是要感谢一位 叫Steve Neeson的 一个美国人 是他向全世界来介绍了 本件宗久 将近在这个 190年的时间里 这个蜡烛图 这一个伟大的发明 其实在这么长一段时间 都是 这个蜡烛图是不为人知的 直到20世纪末的时候 Steve Neeson 从一名日本经济商那里 是发现了 这个蜡烛图的存在 1991年的时候 Steve Neeson是出版了 一本叫做阴线阳线的一本书 把这个本件宗久所发明的 这个蜡烛图是介绍到了西方 当时在美国交易市场上 这个条状图 其实才是一个市场的主流 几乎是没有人了解 来自于这个日本的蜡烛图的 Steve Neeson总是说 在这个西方了解之后 了解了这个蜡烛图之后 其实就再也没有人 想要回到这个条状图的世界了 可以说本件宗久是成功的 不过今天来说本件宗久 大米交易的成功基础 其实也是和它的家族财富 和影响力的保证是息息相关的 它能有接触到 大量市场相关消息的渠道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基本面信息的 蒐集能力很强了 那它也是构建了 人力通讯网络 获取实时的米价变动 在大本到九田 是约600公里的 这样的一个距离里 它在建筑物里和这个山上 一共是安排了150名观察员 它们会用不同颜色的旗子 来传递交易的信息 挥动这些旗帜 来传递信号的速度 甚至是要比新干线还要快 那从唐岛到这个河戈山市 其实只需要三分钟 到京都就只需要四分钟 到广岛最快 其实是27分钟 那要知道现在的这个新干线 大约是也是需要 80分钟左右的一个速度了 好厉害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 这个合理的技术分析 是将宗旧与其他交易者 区分开来的一个核心所在 如我们刚刚所说到的 这个本件宗旧最大的成就 它其实是在于 它意识到了价格不是以理性的 具有逻辑的方式来变动的 相反 交易者是在基于自己的恐慌 贪婪等等这些情绪 来做出的决策 而且它也是绘制了显示 价格变动的蜡猪图 来显示每天米市的开盘价 最高价最低价收盘价等等的 有效信息 加上一个合理的分析 市场的脉搏可以说是 尽在它的掌握之中了 那1755年呢 本件宗旧是把自己的 大米交易心得 写进了一本书 叫做三元金权密录 这样的一些密集书当中 那交易者的心态 情绪对价格呢 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虽然大米的价格 与供需呢 是息息相关的 但是情绪呢 也会让交易者是逆势而为 他也是最早进行 逆势操作的交易者了 那除去这种图形方面的 交易技巧 宗旧呢 还基于这个心理学 得出了大量的结论 例如呢 他建议在价格走势 与预期相悖的时候呢 投资者呢 是蒙受亏损时 应该是随时准备清仓 并停手40至50天 来观察市场 那这些秘书呢 也被抄写 传播开来 成为了最早的 技术交易方法 250年以前的 这个本件宗旧 就领悟到了是 跟随趋势是最简单的 一个专钱方法 如果他活到今天的话 想必也会因为 各种各样 纷繁复杂的这些 分析指标啊 计算法呀 也会让他叹为观止吧 是的 没错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的财经世界 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再会 再会